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北市万里区的这间蟹场 用的还是泳泉水来养殖 老板熟练的一手抓起 大闸蟹的蟹管很有活力 不断乱动 老板说他们特别把公蟹母蟹分开养 蟹才不会虚脱 蟹黄也会比较多 今年每一只都来到六两以上 因为够大单只价格六百元起跳 这几年这小度是比以前更热 怎么说 因为台湾的蟹是够长的 它时间够 它稀高稀黄也不会输大料 秋天吃蟹正是时候 网络商场分析 今年的蟹比往年晚半个月 最近一个月搜寻热度多了三倍 往年都是四两重 今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 都是主打五两以上 二十四节气来到双降 大闸蟹正肥美 无论网路还是养殖场买气都暴增 三地新闻林俊华张浅云新北报导 好